哈囉,大家好,我是Ken 今天我想講一下LeakCode 206 題的 Reverse Linlix 這題是一個 Easy 的 Linlix 題目 然後我想講這題的原因是因為我發現 大家跟我一樣對 Linlix 這個東西就不熟嘛 所以我之前講過一個 Linlix 的影片 然後我發現也是最多人看的 所以我想說那就再講一次 然後這題就用另外一題的 Linlix 題目做講解 好,那就廢話不多說,我們直接開始吧 這裡有1到5,它會給你一個 Linlix 然後呢,以Simple 1來看,它會從1到5這樣拍下來 它叫你把它轉過來變成5 4 3 2 1 好,那我們要怎麼轉呢? 首先我們要怎麼想 所以會有兩個特殊的節點我們要想到 就是在轉的過程中 那這樣的點是什麼的話,大家就先想一下 我們先把前置的作業把它做一做 首先呢 Head如果是Nur的話 或是 Head它的下一個是Nur 那我們就不用做事啦 ReturnHead 大家最喜歡呢 不用做事 好 那現在大家想到 是哪兩個比較特殊的節點了嗎 就是 它的Head的下一個節點 會很重要嗎 因為 你要知道下一個節點之後呢 你才可以把這個線斷掉 連到上一個節點 好,所以下一個關鍵字又出現了 上一個節點 因為你斷掉線的話呢 你這個東西就找不到了耶 所以你要先把這個東西記起來啊 下一個節點要記起來 好 所以呢 斷掉,找到上一個節點 好,那上一個節點也很重要 因為你要知道上一個節點是什麼 不然你怎麼連過去 所以 我們就做一個迴圈 Head 不等於 如果的話 就繼續 這樣比較好看 OK 首先 下一個節點是什麼 就是 Head.next 好 我想我們知道下一個節點是什麼 那接下來 我們要把 Head.next 指向上一個節點 對不對 不然 我們要知道上一個節點幹嘛 好 那 上一個節點是什麼 我們這邊還沒有命名啊 所以我們要再做一個上個節點 不過這要做在外面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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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就是代表上一個節點 直接複製 好 就直到上一個節點 那為什麼這裡是懦呢 因為 1的前面就沒東西嘛 所以它最早 最前面的上一個節點就是空的東西 好 所以就是懦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要把上一個節點換位置 因為我們上一個節點已經用掉了 它現在已經不是上一個節點了 現在我們上一個節點是 現在自己 因為我們要換到下一個迴圈啦 所以上一個節點現在是head 好 那我們的下一個節點也要改變嘛 既然上一個節點都換了 我們的下一個節點也變了嘛 所以呢 可是這裡已經幫它變了 每次都會做一件下一個節點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改的是 head現在自己 head就是我們上次的下一個節點 這聽起來有點繞口喔 所以 我等一下會再用白板講一次 OK 因為這個 其實用程式講 其實不清楚 用那個圖片講 最清楚了 好 那這樣我們就完成囉 我們CAP好不好看 沒有打分號 嗯 嗯嗯嗯嗯 喔 這裡 N拼錯了 唉唷 D級錯誤連續二連發 嗯嗯嗯 因為我剛剛是複製的 因為我沒有花課金 好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呢 那我就要講 這裡為什麼要這麼做了 再講一遍 剛剛講的可能不夠清楚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樣都聽不懂的 OK 好 這裡我已經先畫好了 三個節點 最前面 是NO 是我們自己做的 這裡 我們自己做的 好 那我要把這個圖片給大家看一下 嗯 要怎麼做呢 好 這裡 這裡是 head.next等於pre pre等於head head等於next.node OK 那這三個東西怎麼運作的 首先 head.next等於pre 我們的 我們的 這個點 2呢 已經存在了 next.node 裡面 好 現在我們這個2是next.node 嗯 N 這就是next.node 就是這個 OK 好我們存進去囉 那 接下來 head.next等於pre 我們要把這條線 指到它的前一個點 把它這樣 嗯 擦掉 我們已經覺得它錯了嗎 不會管它 擦掉擦掉 然後 指過去 好 這樣子做完了 我們現在做到這個步驟了 那接下來是 我們的前一個點 要變成head 因為我們這個點已經用掉了 我們這個是前一個點 現在我們改成前一點是這個 現在它變成pre了 好 那 那我們head呢 head就是我們的 下一個 下一個點 就是 這裡 這就變成head 好 那所以我們present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 下一次我們回圈的時候呢 我們的head.next 我們又會把這個東西 的這裡 擦掉 指向這裡 以此類推 到最後呢 3又會指到2 然後這個東西就沒了 OK 這樣子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其實這題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討論 然後 我講得不夠清楚的話呢 還可以再叫我講得更清楚一點 畢竟像這部影片我也錄了好幾遍 可可 因為有時候打錯字 然後找不到 然後卡超久 呵呵 好了 那就謝謝大家 嗯 有問題就下面留言跟我討論 然後呢 我們明天見囉 因為現在其實我好像每天都會錄一個影片嘛 然後 就因為我每天都會刷題 大概每天都刷個 五六題左右吧 然後 我都會挑一題簡單的 或是 我覺得特別有趣的題目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也希望就是跟我一樣 想找面試的人啊 或是 想要 增進程式的人一樣啊 跟我一起刷題嘛 就大家每天都刷題 今天至少刷個一題也好嘛 當然我禮拜天可能有時候不會刷 好啦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再一次